我们终于到中国了 我们终于到中国了 现在这条路给修了 和我们三年前跑的时候不一样了 三年前的时候还有这个路全都是破气撩烂 然后现在变的有些地方我们都不认识 又回到了三年前回国的里面 回来了 开心吗 真是太可爱了 我们 不让一个美国人习自行车进去 因为他 Richard Richard 我们是网友 我们是网友 我们终于到达中国了 我身后就是满洲离口岸 我们终于回来了 啊 清清这片土地了 回家 到达巴基斯坦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巴基斯坦停留了半年多的大黑 然后后面就是和我们今天会合的安保团队们 我们今天只能滞留在海关这个边境地带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 不是谁的王子 讲不出善情的字 在学校的王国 在学校的王国 守护自己的寂寞 门外惊心动魄 门离我泰然自若 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 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 清醒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 开心吗 开心 我们一起合上友 大路上碰到了是这位朋友 哈喽 在困困住室 却不把梦交出 尽管阔沉脱残酷 知道呗呗 穿上所有的动作也被通过了 表达 我改变了 唷 我肯定了 我会比较渗idos 劲 还需要 是 你 李 李 这坦克几句 总有一天都抚平 这一路走来说不上不辛苦 惊心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 才执着这段旅途 这一路走来还忍得着孤独 一个人两身与无 开始管车回家 回家了 经过车多残酷 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车到达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在 白俄罗斯边赚钱边旅行的 这一路走来难免有些糊涂 难免会把谁扶服 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艺术 有什么不能让步 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 如果美丽的祝福 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 谁过来没一个人 还真正 这一路走来从最怀念最初的坦白 因为估计今天是周六吧 所以这里边人超多 然后我和白白准备在这儿进户 我们还有200公里 就到了家了 然后就和爸爸妈妈团聚了 然后我刚才骗他们 我说他们问我到哪了 要不要去高速路口迎接我 然后我告诉他们 我今天不回去 我今天先到天津休息一下 然后明天中午到 然后一会儿给他们一个惊喜 然后到了楼下再告诉他们 我到了 明明 到家了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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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